今天真的有認真地看了王玉文那一段上那個趙少康的那個節目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真的很會胡扯 我覺得我們普通的上班族 如果你收到薪資單 掃一塊錢 不要掃一塊錢 掃一千塊 掃五百塊 你會不會去問你的會計 或是問你的老闆說我的薪水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位小姐完全不在意 她覺得她的薪水薪資上面拿的錢 跟高鴻安答應她的錢差不多 可是高鴻安是答應她多少錢 五萬塊 五萬塊之後又說四萬八OK 可是她第一個月 二月沒有去上班的時候 她被 她拿的是四萬多 然後接下來是拿四萬六千多 然後她從來沒有去問高鴻安說 跟你要給我的四萬八 這個兩千塊的差額去哪裡了 我覺得一般人 一般上班族 真的 你除非就是來做做那個什麼 所謂的這個有錢的這個上班族 然後不管薪水多少的 你不會去問嗎 你掃 我在聯合報上班的時候 掃一兩千塊 我就會說 這是扣一兩千塊是什麼意思 所以說我覺得那個 那個根本就不是常人生活的常態 一般上班族不會去說 我薪水今天領這個月跟下個月不一樣的時候 我不會去問嗎 我實質的薪資到底是多少 她根本完全沒有回答 然後這個主持人問她說 那你覺得高鴻安做人怎麼樣 她也完全迴避 她完全迴避 她說我只做一個會期 可是我們第一會期的時候 感情大家還蠻好的 她根本沒有回答說高鴻安做人好還是不好 可是如果高鴻安做人真的很好 而且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請問一下 她為什麼做第一會期她就要走了 然後接下來要走人也是跟著她走人也不少 所以說這個東西 然後檢察官問你這個十六分鐘 檢察官也有解釋過 就是那個攝影機器有時候有錄到 有時候沒有錄到 然後請問一下在這個過程中 沒有錄 所謂沒有錄到中 檢察官有沒有對你暴力問訊 有沒有對你非法進行任何的問訊 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十六分鐘沒有 那你就是憑空異想說 這什麼給你施壓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子合理嗎 所以我覺得說到昨天為止 王維文根本沒有認為她的東西是錯的 而且她完全避開了高鴻安 她說她接觸的人就是行政主管 行政主管給她多少錢 她就收多少錢 然後她出去就 出去順便經過什麼哪裡的時候 就問大家不要需要什麼衛生棉 還是什麼 她就順口買回來 順手買回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 我請問一下 王維文有回答 她配合這個高鴻安這個所謂 這個攤領這個助理費的情況情節 她有說清楚嗎 她完全一句話都不敢說 那我要講說 像王維文這樣的情況 她在二審的時候 如果檢察官要起訴 她會很慘 因為她完全沒有認罪 而且她把這個事情講的這個什麼 都避重就輕 雲淡風輕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這種情況 你不是說貪466塊是貪污 我告訴你依照貪污 你貪一塊錢 也是七年的低銷起算 那你跟其他人一樣緩刑 是檢察官對你的好 就是說其他人像小兔他們都認罪 可是只有他不認罪 可是他一樣是緩刑兩年 他沒有關 可是這樣的東西 你有沒有珍惜 就是法院裡頭對你的量 對你的這個所謂的寬帶 根本沒有嘛 你出來一直上電視 還是在幫高鴻安講話 就是說這還是指控執政黨 在操縱這個立法 在操縱法院 所以故意在判高鴻安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連檢察官例行的 每年七月份輪掉 都可以列入一個 一個所謂指控這個執政黨 在迫害這個所謂在野黨的 一個證據之一 我覺得文玉文你到底是 是怎麼樣 這個台大的書 真的有這麼好念嗎 因為主持人有問他說 你這個466塊錢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有做出解釋說 這是健保費調高的 這個費率的差額 那他自己本人的意思是說 他真的沒有很在乎 這些加班費花去哪邊 他說他買這些東西 也是想要辦公室的人一起用 所以他會認為說 是不是檢察官 是不是也考量到說 其實他涉入的可能真的不多 或者是他可能不瞭解 這個當中的問題 所以就這麼做 因為畢竟他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嘛 那是不是在這方面有考量 那他本人說 那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只是很在意這個消失的 十六分鐘 那到底為什麼沒有辦法讓大家知道 那這到底是不是 鄭志欽雖然現在網路上面 就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民謠你怎麼看 我覺得是這樣 我是建議這個王玉文的公衛文 能夠上訴 為什麼你要不服判決 因為你現在對媒體所說的話 是認為檢察官對你有所迫害 尤其那十六分鐘 讓你毛骨悚然心生畏懼 如果是這樣的話 檢察官如果有問題 我要拜託你上訴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服判決嘛 你既然不服判決 你就告檢察官嘛 你在告檢察官的時候 把那十六分鐘調出來 到底是什麼回事嘛 不是你一單方面支持 然後告訴社會大眾 然後訴諸以情 用兩天去上直播專訪的方式 然後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生活很單純 我也是生活比較富裕 所以我不care那些小錢 我都知道 你在金融業待過 在生計業待過 那你就更應該清楚說 每一筆錢 本來在每一家公司裡面 所有的單據都不能服報 不是嗎 所以你的老闆 你在直播節目中 一直幫他喊冤說 其實高宏安也怕被人家討厭 我從小也怕被人家討厭 所以我學會更堅強 好你要堅強 我拜託你馬上提起上訴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才能讓你覺得 我只有拿四百六十六塊 而且那是健保費增加額 那我想問 哪怕攤一塊錢 就像大家所講的低銷就是七萬 那不管 七年 七年 不管如何 我都只想問你一個 七萬就少很多 少很多 不管如何 我是覺得說 如果今天你覺得委屈 你上進各種媒體 你看先是柯文哲聽你講話 柯文哲又說 這是歷史工業幫高宏安講話 然後認為高宏安貪得少 然後昨天查會的時候 又認為王玉文這四百六十六塊 這就是你民進黨的新標準 然後再嘲諷 這個賴清德是不是控制司法 變回獨裁 我心裡想 原來民眾黨從頭到下 都這麼不尊重司法 如果司法判決是用這樣態度的話 而且昨天柯文哲查會又說 你看那檢調檢察官 你看先刮先刮 刮了水先刮 所以大家就去講 為什麼群組會爆鍋 七月本來就輪掉 然後你又遇到颱風 都快到月底了 那本來就已經預定好的東西 當然該升的馬上升 該流的馬上流 該掉的馬上掉 這本來就照著法規再走 那柯文哲的講法 語帶輕鬆 今天判完 明天就掉 明天就升 講得好像這個國家控制司法一樣 如果柯市長你是這樣的想法 柯主席你是這樣的想法 難怪台北市政會被這樣檢討 如果高鴻安 今天不要去貪毒小利 不會繞得今天下場 這是最簡單的說法 還是你柯文哲認為 噢 一碗沒關係 咖啡包沒多少錢 三分兩三塊而已 噢一碗沒關係 衛生棉沒多少錢 眼皮鐵沒多少錢 如果你站在這樣的思維 我認為這很危險 你怎麼領導一個國家 你現在連領導一個黨 都有問題 前幾天還說 我要來重新檢討一下 我們民眾黨的記帳方式 我心裡OS是 從頭到尾 你都知道記帳方式有問題 你現在才要檢討 都已經司法判決了 所以我真的要呼籲一下柯文哲 當然 吳玉文長得漂亮 大家會有一些同期心 包括羅志強 都怎麼賣掉 才四百六十六塊 我一定要幫他捍衛清白 我想問一下羅志強 你自己也在總統府待過 你是不是心裡也很清楚 在總統府 你敢貪一塊錢 被抓到 在年度預算的時候被抓到 你試看看 這個就是很明顯 貪腐就是公務人員條例裡面的問題 那你既然辦了法條 哪怕一塊兩塊都是一樣 你們不能夠用這樣的思維去看 而且很多被侵判的時候是什麼 有公務執行 我只想問高鴻安去做SPA 高鴻安去貼眼皮貼 然後他生理期來要用 吃巧克力喝咖啡 這叫公務行程嗎 還是他認為說 這些反正就是公家大家用 如果是這樣的思維 我覺得這很危險 我覺得或許王宇文 他可能以他的角色來 因為畢竟他是助理 他也不是政治人物 他有可能真的搞不清楚 可是身為他的老闆 就是身為立法委員的高鴻安 他應該要蠻清楚 這裡面的一些Mega 就算你是新科立委 你也會去請教一下別的立委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鴻安的角色 其實還是蠻關鍵的 不過這幾天大家都在討論 就說那高鴻安 他政治前途有解放嗎 如果這官司一直打下去 有沒有可能到三省突然之間無罪 那今天苗柏亞有點可愛 他說他給高鴻安一個解放 他說OK沒有問題 如果柯文哲當總統的話 進行特色是不是就沒事了 確實如果柯文哲真的當了總統的話 總統本來就有特色的權利 所以他真的可以玩這一招 不過這個只是大家差餘犯後 現在對高鴻安來講 他現在壓力在於 高鴻安其實是一個典型的 這種知識精英的最卑劣 最下山爛的實踐 就在我們新竹市發生 他一路有貴人相贏 從知識策會 長官送他去美國念書 還可以領薪水 然後一路到鴻海 長官召 柯文哲挑他當不分區 然後最後還有一群 一群那些地方的大佬 然後財經大佬 把他一路拱到新竹市 地方派系 然後加上他的形象 各方面看起來也不差 所以即便他在我們新竹市選前 發出了這些助理費的爭議 但他最後還是高票當選 其實對新竹人來講 他在立委期間 所幹的這些事情 柯克助理 可樂加封條 雙眼皮貼 其實對新竹人來講 我們相對沒有那麼在意的點 是認為說 那是他過去了 他的事 既然你選到 新竹市場了 你四十幾趟拿到 高票當選 你就好好把新竹市場 他當初有個很大的訴求 叫做大祕寶 他就說林志堅很多大祕寶 他要來挖 球場 尤其那個棒球場最經典 那個棒球場因為後來 我有買票 後來我沒有進去 因為比賽就結束了 對 所以那個棒球場其實 放在那邊半年 高雄安上來以後 他2022年12月15號上來以後 那個棒球場等於是重中之重 結果 到現在一年七個月 他被停止了 那個棒球場 動都不動 更扯的是 原本地下有個停車場 現在連停車場都不能用 你知道我感 那個對我們新竹人來講 那個傷害很重 我自己是念名副國小 就是那個棒球場 旁邊那個國小 我們小時候放學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那個棒球 中華資本拿那個外野票 不用錢的 就小朋友可以去看免費棒球 現在名副國小的那些小朋友 好不容易期待有一個 蓋好的這麼漂亮的棒球場 他們也可以下課以後 去看棒球 結果結果高雄安市長 放了一年七個月 小朋友都畢業了 棒球場還是擺在那邊 所以你知道這個傷害 對我們新竹人的痛有多深 再來除了這個以外 他之前說要復興火車站的 我們錢站的商圈 因為火車站有點沒落了 那這也是林志堅被人家 詬病說你都沒有去 顧慮到這一塊 結果咧 更慘的是我們火車站旁邊 原本還一個精品城 一個很大的BOT案 今年三月也收了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就無心在我們的市政 那加上大家詬病了 竹科的交通 現在交通一樣亂 再來房價長得更兇 新竹房價這些年齡 好貴啊 所以對我們新竹人來講 我們究竟招誰招誰 我們選了一個高大市長進來以後 高大才不好嘛 把我們新竹搞成這一部德性 所以他今天會這樣是咎由自取 好 重點來啊 好 撇開他不管 現在當初說他是那些貴人 現在就想要做什麼事情 你一刻不好的 我們當初讓你當市長 結果你做到這樣 去用平時啊 你要不要自己自請辭職 為什麼呢 因為他根據我們地方制度來規定 如果高庵安撐過了今年的12月25號 他沒有辭職的話 對 那將來如果他二審或三審被判有罪定宴 三審定宴的話 那就是由行政院派一個代理市長去新竹市 那行政院現在是民進黨的 當然一定是會派比較傾向民進黨 所以對國民黨跟對民眾黨來講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猜他到底會不會請辭 所以就辭啊 因為你過12月5號以後就中央派人啊 可是重點是 可是他現在已經退民眾黨了 所以現在其實地方很多消息在傳說 地方大佬當初拱他那些 包括那些財經人士都希望他可以自然而退 那自然而退以後呢 重點來了 現在我們的代理市長是什麼 是這個之前選中和沒選上的 中和邱成員 現在是副市長代理市長對不對 動作開始了 你知道這什麼動作嗎 他是我們去新竹火車站下面的地下道 這個呢就是高雄安之前被詬病說 他都不管 所以那個火車站 這個地下道這邊呢 很多那個街友啊 就是街友可以睡在旁邊 但是街友都已經睡在中間了 就已經影響到那些女學生的那個交通動線 邱成員馬一上任 馬上開始 正式擔任市長以後 馬上好好來關心這些街友 而且走在這裡 他這個突顯什麼你知道嗎 我比高雄安厲害 高雄安會做得比高雄安好 對 所以他已經在 但這個 已經開始不決了 代表說高雄安當初以為他是可以聽 有點像傀儡 就是聽我的話 地下市長 結果邱成員這個動作就是說 沒了 我現在做事長 但是 高雄安還有另外一步 他也沒在怕 還有別招 他就是姊妹 叫Sweetie 私俗 這個是誰呢 民眾黨當初代表民眾黨選我們新竹市西區 洛選 洛選 洛選人 結果洛選人因為高雄安是姊妹 所以高雄安就 救了以後把他拉拔為民政處長 那重點來啊 他跟大家說什麼 他說我們2024竹倩中原城隍季 這禮拜六即將登場囉 來 他站什麼位 這什麼位 西位 西位 欸 我有問題是說 他是民政處長站西位 我們市長咧 人家邱成員現在是代理市長 他不是真的 他只是代理而已 那至少他位家是市長 結果Sweetie已經 民政處長已經站在這裡 這個民政 這個是高雄安的姊妹 所以 對高雄安來講 他可能會比較熟意 以後可能就有會說 東超西 為了好 Sweetie之後副齊立 以後之後代理市長 至少還會聽我的 他當副市長不可能吧 以當初的狀況來看 這些人都沒有資格當副市長 對 我們現在就一團亂 所以我覺得高雄安在思考就是說 究竟 就是說他如果要遲的話 高雄安如果有一天宣佈 就是12月25號以前 他宣佈辭職的話 一定是他們藍白 跟那些派系大老 已經喬好一個人 而這個人是可以聽命於大家的 那這個人是誰 我在想高雄安他會去思考 就是說如果是他不喜歡的人 哪可能擺爛 我不辭怎麼樣 對啊 我最大 反正他已經政治前途已經沒了 對我沒差 相反如果這個人是他可以認可的 就是說也是可以配合的話 那他也很有可能出這個大絕招 就12月25號以前吃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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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